宝岛爱动宝 动宝在宝岛 动宝大小事 简余燕黄庆荣医师主持 欢迎收听动宝大小事 我是余燕 我是黄庆荣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每天在家里 一定要喝的就是水和鲜乳 所以我非常荣幸 今天邀请到 中华民国乳业协会的理事长 徐继泰 徐理事长 理事长您好 谢谢 简小姐您好 真的很难邀 因为当教授都很忙 是 徐继泰理事长 还有另外一个头衔 是台大的教授 好大 请问这个教授的名称 的名字要怎么讲 你那个叫什么系 很难念 我们的系 现在的名称是 动物科学技术学系 那最早的时候 我还念大学的时候 叫虚目系 那后来也称 虚目系 虚目 然后改成虚产 虚产 虚目生产 现在是动物科学技术 技术学系 对 动物就很科学了 没有错 对 还加个技术学系做什么 你们台大 没有 科学可以研究 那个技术就是 你要真正实际上 就是现场工作操作的 相关的所有技术都要混 这个就是真的 代表就是有技术的 比如说像我就是 不是直讲理论的 像我就是这个煮了一口好菜 我很科学 煮一口好菜 可是你就没有技术 对对对 所以这个要技术 黄医师客气了 那所以今天大家一定很期待 我们要讨论的是 牛奶要如何喝 比较健康 在乳牛的次养上面 是不是有很多美国 你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 你如果是教于我们的 动宝大小事的时候 也拜托一下 我们到YouTube Facebook KKBOX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对 因为那个 KKBOX 那个Podcast的里面 主要是提供 我们开车的朋友 可以一面开车 一面听 有人说 我也没有时间 但是我开车的时候 可以听 我说好 就叫我儿子 弄个那个Podcast 给大家在开车的时候 可以收听 说真的 弄得很厉害 说话几声的时候 Podcast也出来了 所以请各位好朋友 记得一定要按赞分享 也要开启小铃铛 跟我们一起分享 所有跟动物一起生活的 快乐的大小事 分享之外 还请拜托 转给你的朋友 知道有这回事 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对 那所以来到我们真的要请教 李市长 到底 我有一年 就是看到了 在某百货公司 贵户百货公司 然后他就是其他的鲜奶 台湾的一整排 小农的也有大的也有 可是突然就看到一罐 贵松松 然后一小罐的 他说是北海道直送 我们就不服输嘛 我想说台湾的也是很好啊 台湾的牛肉 牛蓄入产品 有送人家很多吗 而且还是日本送过来的 我就不信邪 我真的买一罐回去 因为日本 日本比较好一点啊 真的 你还没喝你就知道 但是好贵 都是一讲日本就很像 高了一起嘛 我就不相信 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要科学嘛 你们科学技术嘛 对 所以我就拿回去 真的是盲测 就把它三种小农的 大品牌的和日本的 到分三杯 家人大家平均喝 真的 结果大家一致都觉得 大家都说不好 没有 他们知道价钱之后都说不好 但是后的时候都觉得 奇怪 日本的这个是香醇农 怎么会这样呢 事实上很简单 那个不是什么很很复杂的原理 那因为日本 它地处是比较北边 所以它气候环境是比较凉爽 那我们的牛 日本的养的牛 跟台湾养的牛 是非常类似 都是荷兰牛为主 那 什么叫做荷兰牛 它是Holstein 那它是原 那个大家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 那个黑黑白白的那个 就是我们传统的乳牛 就是荷兰品种的 叫荷兰牛 那 因为这种牛 它是来自于 比较寒代的地区 它的祖先 那所以这样的牛 它是比较适应在 比较 比较凉爽的地区 去生活 那所以在台湾 饲养的时候 因为台湾四季如春 所以气温上面 这些牛是很怕 温度超过24度 所以即使现在 我们不知道28度以上 对啊 就现在 我们常常35 6度 对 所以我们 我们吹冷气 都还没办法吹到24度 所以你去想象 在台湾养的牛 在外面 它们没有办法 在室内饲养 那我就很可 猛喝水啊 对 那牛 牛当然也 热的时候会喝水 那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热的时候 它 它的那个乳成分 都会往下降 那牛奶里面 那个香味 主要是来自于脂肪 所以在台湾生产的 这个牛奶 相对而言 输日本会输在 这个脂肪的含量 哦 也没什么不好啊 对 脂肪少吃一点 对心肪更健康 没错 这样想就好了 所以那个味道 那个农的味道 农醇香的味道 事实上来自于脂肪 那所以只要 只要脂肪的比例高一点 所以 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 盲测是一个很科学的方法 那盲测完了之后 可以试着看一下那个包装 我们都有那个食品成分 营养标示 所以去看一下那个脂肪含量 所以你可以去验证一下 是不是如果脂肪比较高 那个牛奶喝起来 香气就是不一样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泡咖啡的时候 如果是怕胖 那他会说我要用鲜奶 如果不怕胖的 他会用那个cream 那个cream就是 就是脂肪含量 就一半以上都是脂肪 他加上去他觉得好香 除了咖啡香 也有奶香 他喜欢 所以那个是在验证 脂肪是主要那个 牛奶香味的来源 对 是 那么理事长 你家里喝什么鲜奶 哪个品牌 可以跟我们讲吗 很好的问题 我平常 我平常买鲜奶的习惯 我没有去验哪一家 这个我常常被问到 因为我 你是理事长 对 我平常在 等一下 我去找那个厂商 收广告 广告 你讲出来不得了 附近的电带都已经 去空了 像那个什么足球明星 他把那个东西放一边 哇 那个东西就马上掉价 对 我在 因为最近是住在学校宿舍 那宿舍里面的学校同仁 他事实上不知道 我是总华民国努力学院理事长 他只知道 我是动科系的 所以我可能比较知道这方面 他们也常问我 喝鲜奶要选哪一个厂牌 那事实上我是跟他讲是说 在台湾很简单 要认两个东西 一个我们叫做鲜弩标章 那鲜弩标章这是半圆形的贴纸 只要是台湾出产的生鲜 然后奴兵厂加工之后 他就有一个农委会 有给他一个鲜弩标章 那因为这个鲜弩标章 它是要求要符合我们国家的卫生法规 所以那个 经过检验 经过检验的 对 从原料一直到出来的标章 检验是谁检验 那检验会有第三单位 比如说我们的中央续产会 或者大家很习惯会去找的SGS 那这些都是第三单位 他可以去检验他 那所以不管他的营养成分 不管他的抗生素 他的细菌素 抗生素的含量 对 那个基本上是不能验出的 对 那个都是很严格的在做限制 那另外一个是那个SGS 就是一万二农产品的那个标章 那这个标章也是有另外一套法规 它会比那个牛头标章 这个我们讲鲜弩标章的要求会更多 他也会去要求厂商要定期的去做检验之外 那这个验证单位 目前在做的中央续产会 如果去申请 那他会去抽查 他会抽查 而且会到场去抽查 那所以每一年就至少两次以上是主动的出级去抽查他们 每一年两次 至少 然后365天 然后扣掉两天 还有363天是随便你们 不是 那那个就是要求他们的农民厂 问得好 的确是这样 因为 因为我们最近那个非洲猪瘟 有那个竟然会进来 而且还是生鲜肉进来 那表示说我们的海关 也就是抽查 你知道人力不足 人力不足是很好的借口 抽查 因此100件抽两件 其他98件就放掉 那我们会不会这样 问得好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先来 刚才我第一个讲那个鲜肉标章 鲜肉标章因为要求符合国家的标准 所以除了人委会会关心 我们的食药署 我们的卫福部 他们他们也会去抽查 所以食品方面也有人会抽 那这个都抽查 对不是对 拜托你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其实我们的 你不要看到一瓶奶 对 一瓶鲜奶 或者是那个卤制品 他管的单位有多少 很多 对 从这个农场 不是 从农场开始 然后到挤卤站 一直到工厂 一直到市场 你知道他包括你上面打了一个字 都有人在管 对 就是鲜奶跟牛奶 拜托 拜托 李市长告诉我们 对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真正吃到所合法的鲜奶的人 能够放心 对 而且还要 还要 不要像我这么捣蛋了 信任我们国家说 我们国家真的 随时在抽查 是 你不要被人检举 或者是刚好他击合的时候被查到 对 而且那个罚款都非常重 是 那我刚刚讲的抽查 那个不管是 不管是政府单位 农委会也好 或者是食药署也好 或者当地的卫生局也好 那我们抽查的作为 我们会去看 这些食品厂 诺品厂 他怎么样处置这些原料奶 那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点 就是原料奶 每一车 他从农场运送过来的 奶车的原料奶 他是每车必减 所以那个不是抽查 那个是 只要到门口 要搅奶 要把奶搅出去的时候 他要减抗生素 他要减细菌 那这些你通过 你一定要通过 你不通过 整车就给你染色 到那个染色机 然后就报销 然后还要 好残酷 还要划款 处罚你 所以那个食安 事实上这个食安 是我们的食品厂 我们农冰厂 非常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不冒险 他们自己的管理是 每一天 每一车 他一定要减 不减 原料他不收 那所以这样 大家喝到国内的这个鲜奶 是绝对有保障 因为那个不是用抽的 那个管理的概念是 了解 每一个原料 他一定要 因为他要是在 生产 生产 集奶 这一段要是不做好的话 搞不好他整个 整个生产线的那个鲜奶 通通报销 或者是乳制品 通通报销 所以那种谣传说 什么有抗生素 那种 这就不可能的 对不对 在国产不可能 不是 抗生素是有可能 但是丢掉了 对对对 或者是 进不到我们食物链 进不到我们的 或者是 给他的小牛再喝了 不会进到我们 无人的 我们公 自奶厂 然后到我们的 这个 生鲜超市啊 什么之类的 都不会有 对啊 可是理事长回避问题 那你喝的到底是 哪一个牌子的鲜奶 我差一点忘掉 那我是跟主持人一样 因为 我会很好奇 所以 通常买鲜奶是 是由我去买 那所以我是 说真的 那个没有骗人 我是 每个礼拜 每一阵子 我要买鲜奶 我会换 那我会去 我很好奇 你这些贴的 线路标章的 或贴的CAS的 到底你们每一家 是不是真确 对 所以我很想去知道 然后家里面有小孩 那小孩 他喝了 他也会有反应 那我太太也会有反应 那有时候他就说 奇怪怎么 这次喝起来 比较浓 比较水 对 那像这样子 我们就会 特别想要知道 到底 他品质 有没有控制的 很好 那这个 跟他的 加工程序 也是 有关系的 绝对有关系 是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中华民国乳业协会的 徐济太理事长 我知道 多朋友都在等着 我们的答案 例如说 那么冬天喝比较多 还是夏天喝比较多 会比较好呢 薄酒乳可不可以喝呢 羊奶要不要喝呢 那牛奶喝的时候 又有什么技巧 可以高温杀菌吗 那先休息一下 今天讲个 四个等会儿 动物保护工作 不仅仅只是 关心流浪猫狗而已 而是包括了 在天空飞的 地上走的 水中游的 各种动物 在专业化时代 从事任何一种 物种的保育工作 都需要专业的人才 与大量的物资 长期的投入 才能显示出成效 成立一甲子的 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 所秉持的终止是 公平 公正 公开 透明 公益 对所有善款 都善尽了 管理与运用的责任 为了让协会 发挥更大的功效 继续为社会 做更多的事 即需要社会各界 大力支持 捐款专户 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 保护动物协会 话播账号 01296665 或拨打捐款专线 02 2704 0809 02 2704 0809 欢迎回到动物宝大小事 我是于燕 我是黄庆荣 今天很高兴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中华民国乳业协会的徐继泰 徐理事长 他也是台大的动物科学技术学系的教授 教授 所以刚刚问到最关键问题 结果到底他家喝什么鲜奶 然后他说他跟很多妈妈一样 就是每天轮流喝 那但是又有一个小问题 那么你是喝大品牌的吗 还是你喝小农的 我们一直听到传言说 大品牌的奶也是跟小农收购来的 可能ABC三四家混到同一个奶车里面 有这回事吗 那我们应该要选小农的 还是选大品牌呢 非常好的问题 那事实上 那所谓从小农是 我们的奴品厂的确是有一些契约卤牛厂 那这也是在我们迅木华里面规范的 就是说我们卤牛厂他要设立的时候 他必须要出事 就是有奴品厂愿意去收购他的生卤 这样子那个农委会才会给他一个牧场登记证 那所以每一个在台湾存在的奴牛厂 事实上就会自动的 因为这样的训牧法的规定 他会跟奴品厂去做连结 那在早期在台湾 奴业的发展是一步一步在进行 所以早期会有这些奴品厂 因为他们的资本比较雄厚一点 他有办法去设奴品厂 有些设备 然后去有这个牛奶的运送车等等 所以由他们起头 那慢慢越做越多养牛人越来越多 所以会有所谓挤大奴品厂的出现 那后来因为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然后这个技术的提升 所以那个奴品加工的设备 不见得一定要是那个大规模化的 可以用小型化的机械 也可以去制作这些鲜奶 所以慢慢的 那就有一些所谓的小农的鲜奶 会出来 那没有错就是那个大奴 比较大的那个奴品厂的牛奶 它的来源会比较比较多元 那这多元是不会关系到食品安全的问题 因为反正你每一天 每一车进来东西 第一个食品安全是毫无疑力一定保证 但是接着下来就要问到说 那一二三四五 结果一是零点三 二是零点二 三是零点五 然后怎么样去保证它的品质稳定 对 那所以这个就变成是 如果是大的奴品厂 它有检验室 所以它每一天都可以 很仔细的有足够的人力 从中说来混在一起之后 它就会采样去检验 然后达到一定的标准以上 才会放行 对 那我们就有一个叫做HACCP 就是那个危害领控制的这个计划 那这些奴品厂 它必须要从原料 然后加工到一半的 它也要采样 到成品它都要采样 那它都要存下来 那这些就是说 刚刚讲的抽查 不管是哪个单位去抽查 它必须要把这些留的样品 然后后续又做的追踪 所有资料 它都是要每一天 每一天的累积出来 所以他们 因为他们规模比较大 他能够做得比较彻底 所以如果仔细去看 我刚刚讲那个血母标章也好 或者CS的标章也好 是比较这几个大厂 比较容易拿到 小农也有拿到 拿到这个标章的也有 像那个北部苗栗那边的四方牧场 那它也有这样的标章取得 所以应该讲是说 没有说一定是 是奴品厂大厂的东西会比较好 或小 不分大小 不分大小 对 所以是大家的品质控管不同 那还有一次 某个这个公司 牛奶公司就宣传说 某一家都说高温杀菌 其实高温会杀掉很多 什么什么多少 所以我就仔细看 真的 每一家杀菌的温度都不同 然后有一家就声称 它的是比较低温 但是真的比较好喝 那但是当然大家各有所好有所不同 那到底牛奶应该是多少度的温度的时候 来把它杀菌 是我们人体可以适合喝的 那是真的不要杀菌过头是对的吗 那我们平常喝薄酒乳都是在喝好笑的吗 薄酒乳就是也是很超高温杀菌过的嘛 对不对 那所以杀菌的温度应该是多少呢 杀菌温度和其实决定一个温度一个时间 这个专家来解释一下 那那个最原始的 我们杀菌的温度是 可能大家有听过巴士德杀菌法 那就是在很早期的时候 有那个医师他去研究我们人的一些传染病 然后他慢慢就找出来 他想知道一个答案 就是说我们人的生活周遭很多的病原菌 那我怎么样去保持我们用的器具 我们的食品能够用怎么样一个很基本的杀菌的温度时间 那就能够保证把这个我们不想要的这个细菌把它清除掉 所以有一个巴士德杀菌法 那那个很简单就是72到75度 15秒钟到30秒钟 这个是最基本的 那这个15到30秒 对 很快 很快 对 一下子就过了 对 那当初我们牛奶会有这个温度 是主要的起始点 就就是我们有一个结核病 那这个结核病 牛有牛型的结核 结核病的感菌 人有人型的 那很不幸的是 人跟牛这两个结核菌 可以互相感染 所以是为了消费者 这又是为了消费者 是为了消费者的安全 那所以就有这个 这样的一个巴士德杀菌法 那这个杀菌法叫做HTST 那它是比较属于低温的杀菌法 那因为我们早期 在发展乳业的时候 我们的鲜奶 像现在到处都是Seven 都是全家 都是便利商店 你要去冷藏柜买东西 非常方便 这个没有问题 但早期你去杂货店 或去哪边去买这个 很困难 所以很早期 就有刚刚主持人讲到的 薄酒奶 我干脆把用更高的温度 我把所有的细菌 通通把它杀光光 所以那变成无菌奶 所以那个甚至也不用冷藏 薄酒奶又叫无菌奶 无菌奶 对 那个是多少度 那个要到135度 要到三分钟以上 那就是这个135度等于是刚刚讲 七十七十五的两倍的温度的高 然后它又要三分钟 那这样子的确是会破坏某一些营养分 会造成蛋白质的变性 然后让它的吸收会变差 但是安全性非常的好 它不需要冷藏 那当初的考量是说 除了这个薄酒奶之外 是不是有一个处在中间的 那他们就找出一个叫做 叫做UHT 超高温的杀菌 那那个大概也是135度 可是它只有两秒到五秒 不是三分钟 超高温瞬间杀菌 对 那个叫UHT 那事实上我们买牛奶的包装 后面就会看到两种标识 一个比较常见的是UHT USP UHT UHT 然后刚刚讲那个巴斯德 它会标HTST 这个还要做笔记 对 那有这两种 那主持人刚刚提到是 后来因为 因为现在的冷链非常的好 所以有一些农冰厂 它又想要回到 回到说比较低温 然后希望这个 为了磨球 它原来的一些成分 不被热度破坏掉 对 那所以它就又开始回到 回到这个比较低温的方式 那有一些是刚刚讲到的 我们有一些小农货小厂 我们的设备 因为要处理那个比较少量的牛奶 那个要又做UHT的 那个设备非常的大 奶量要很多 所以有那个小型 小型的它会受这个控温的限制 会比较偏 HTST 所以在台大 我们农场里面 我们有台大鲜奶 很抢手是 事实上我们用的就是这个 小型的加温设备 我们没办法做到那个UHT 那这样子的比较低温的 校园里面的老师学生 就会觉得台大的鲜奶 喝起来跟外面会不一样 那会去抢它 那就是那个受热 出来的那个焦的 那个焦化的那个程度不一样 会口感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会产生这样子口感对比 然后他们会去抢 抢我们的鲜奶 事实上只是 也就是说 比较低温 时间 没有破坏那么多的鲜奶 喝起来比较好喝 对 尤其是 尤其是你要刚挤下来 没有完全 没有消毒的 你去喝喝看 又更好喝吗 更香甜 更好喝 只是那个就是因为疾病 卫生问题 卫生问题 所以现在 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去喝那个生奶 就是为了怕 以防万一 怕有这个疾病的传播 对 那怎么你们台大都是 挤什么样 就是那只妈妈都是 多大的妈妈的 牛妈妈的奶 然后他挤下来之后 你们台大都是多少时间之内 就把他消毒完成 低温嘛 然后接着几天之内的奶 然后最后送到 教授 对 几天 就三天嘛 或四天嘛 当天就消完了 对 所以当天就卖光了 所以送到你的冰箱的时候 你喝的时候 啊 这是早上的牛妈妈 刚挤下来那滴奶 是不是这样是最好车 没有错 因为台大 我们是几乎是每一天 都在制作我们这个鲜奶 那我们就是 就是我们没有那个很大的储存库 所以我们每天挤奶 每一天就要 就要把它处理好 然后隔天早上 一大早 就会在我们狐狸社去卖 那所以可能也有人听到 或看过 一大早 那有好多人去我们狐狸社 门都还没开 他要去排队 排的就是说 是 是昨天 马上加温 然后包装好 那最快的时间就出来 那他们很喜欢这种 非常短的时间 出来的这些鲜奶 喝起来 所以这个叫 等一下我就去排队 小牛 小农生产 是 那牛是养在哪 就在学校里面 就在台大 台大 那个 哪里啊 台大的 基隆路后面 基隆路后面 那个叫什么路 要进去那个空军 空军联合的指挥中心 那边 就在那边 方南路 就是基隆路 方南路 方南路是一个很老的路 可是你们在 土地不大 你们养了几头牛 两公顷 我们我们 现在大概四十几头 多的时候可以多到六十头 我们有那个牧场登基证 我们必须要遵守那个 土地效 其实台大的土地很大 只不过是说 他们本身 他们不像人家说 无限制的扩充 其实他养牛 是主要是教学用的 对 但是这个今天的节目 一播出去还得了 大家立刻想要去台大福利社 拍台大的自产的 这个鲜奶了 对不对 那我也常听人家说 这个牛听音乐 弹钢线小孩不会变坏 听音乐的牛 牛奶比较好喝 牛肉比较好吃 还有的点名 是要听莫扎特的音乐 是有这回事吗 你有没有做研究 应该是说 这个是一直有人提出来的问题 是好问题 那我也刻意去查过 查过一些文献 的确国外有一些大学 有做过类似的研究 那我手边有一些资料 它是那个美国的 公共广播公司 就是广播电台 那他做的一个装法 那有整理出来 就是这个听什么音乐 这个牛会比较安静 比较舒服 然后尝比较多的奶 那他的结论 是用抒情的歌曲 那那个如果有机会 可以自己去上YouTube 去查这个音乐 那我手边是有带 带相关的这个资料 给主持人参考 那这个我要讲的是 那个重点是在于 抒情要柔和的音乐 然后心情很舒服 对 所以不一定要莫扎特 就是甚至他们的 那个乡村歌曲也好 那不要给他那个重金属的 那重金属的 他会没办法突然 一个音高一个音低 然后在那边 还要随时跳舞 对不对 那那个他不习惯 就是动物来讲 他很怕很突然的大声 那他很怕这样的声音 这个有关于给乳牛听音乐 这件事 我也很想听听看 黄医师怎么讲 那黄医师 黄医师你的养的狗啊 猫啊 或是你们 我们中华民国动物保护协会里面 是不是也尝试过 给动物听音乐 有啊 这个我们时间 这一节的时间快到了 对对对 等一下我们再来 互相研究一下 好 幸好跟节目的功夫 再回去 动物保护工作 不仅仅只是关心 流浪猫狗而已 而是包括了 在天空飞的 地上走的 水中游的各种动物 在专业化时代 从事任何一种 物种的保育工作 都需要专业的人才 与大量的物资 长期的投入 才能显示出成效 成立一甲子的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 所秉持的宗旨是 公平 公正 公开 透明 公益 对所有善款都善尽了管理与运用的责任 为了让协会发挥更大的功效 继续为社会做更多的事 即需要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捐款专户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 话播账号 01296665 或拨打捐款专线 02 2704 0809 02 2704 0809 欢迎回到动保大小事 我是余燕 我是黄庆荣 今天的来宾是理事长 徐理事长 他是中华民国乳业协会的 徐继泰教授 所以刚刚讲的正经浅 就是教授说 真的有找到美国的这个研究 对牛弹琴 是吗 你看看这个照片 非常精彩 这是哪一年的研究呢 那个照片 那个是1930年 那么早就有人在做这个 他们就有兴趣 那个是在美国 威斯康星大学 有一个女子的这个管弦乐团 那她去演奏那个爵士乐 那所以爵士乐 大家如果熟悉 也知道它不是那个金属乐 它比较柔和 轻松 对比较轻松 那英国也有英国那个 雷斯特大学 他们也有一些心理系 不是我们动科 是心理系的老师跟学生 他们也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 所以不同年代 有不同人去做这个探究 所以他去比较了 不同种类的 有刚刚讲的那个莫扎特 古典音乐 有那个属于乡村音乐 属于一些抒情音乐等等 那他们是发现 就是一些 只要柔和的抒情的音乐 这些牛 他也去测量说 他的心跳多少 他的呼吸 是不是很平稳 然后去测他的奶量 那他有一个结论是 如果让他听到像 像这个疏情柔和的音乐 奶量是可以增加百分之三 那他有这样的一个 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 那他听很久吗 那还是划算 你知道那百分之三多少吗 一头乳牛 一天 现在一天 大概才四十几公升 百分之三多少 三就是一点几公升 哎呀划算啊 很多啊 对啊 而且你看你这个历史照片里面 每个小姐 就是女子管弦乐团 都穿着裙子 踩着高跟鞋 然后你看牛真的 那么大的眼睛 真的是在看小姐 对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你只要上那个 那个YouTube去查 就也有一些 现代最近的 也有一些男生 那也会跑到 跑到一些牧场外面 然后他故意就在演奏 绝世乐 因为那喇叭的声音 是可以传比较远一点 那只要他们音乐一开始 所有牛就停止吃草 就一直要靠过来听 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那个音乐是比较柔 那所以牛不会被惊吓 但反而会好奇 会靠过来 所以重点是要让牛平静 那只要是很温柔 很平静的 其实同样 我们人也一样 你要是心情平静 你可以做很多好事情 你要是心情暴躁 然后什么事情都干不了 而且还把很多事情搞砸 所以黄医师你的养的 我那时候是 狗啊猫啊还有蛇啊 大家是不是有听过音乐 我那时候是有一个 找陈宝基 说拜托 农委会 我当时 他也是台大教授 是 他现在也是当过农学院的院长 现在是干嘛 还是就教授回去 退休了 退休了 那时候我说 我来做这个 流浪狗 对各种音乐 各种音乐 对流浪狗心理 以行为的影响之研究 有趣哦 Case study 然后问题是我这个人 你也知道说不学无数 太客气 不好意思 有学无数 然后我就自己弄了那个音响 当我们保育场 那时候我是告诉他们说 就写了计划 其实我还在讲是说 让他知道我要干什么 就把那个计划做出来 说放那个 就像那个交响乐 或者是中提琴 尤其以中提琴 大提琴为主的 那音比较 比较低沉 对 小提琴的比较华丽 声音比较高亢 以中提琴和大提琴 组合的交响为主的音乐 放给这些我们的流浪狗听 然后请你们记录 请你们记录我们的狗的行为 叫声 还有他那个对人 尤其是人来的时候的 这个反应 这个躁动程度 平常 那放音乐之后 和没有放音乐的时候 那个 在那个选 蓄设里面的行动 频度 还有 还有 吃东西有没有多一点 结果呢 结果呢 我们的同仁 给我放热门音乐 大家因此特别焦虑 然后那个狗就很躁动 一直告诉他们 后面 我实在说 好啦 这个你们不放 不放这个交响乐 那我就给你放佛经 我就 我就 弄一个念活机器 叫他们放 那摩伊托 它是规律的范音 对 结果 结果 我们有一个同仁 他是基督徒 他说我听到就头痛 又完了 所以这个东西 事实上 我们 平常在受医院 就可以去 对 我在放这种交响乐的时候 而且比较平和音乐的时候 那个在里面的狗 尤其在狗笼子里面 治疗的狗 睡得特别好 是 还是有差别 当然是有差的 音乐 音乐可以影响 影响人声 不只是影响到狗声 但是所以在你们台大养的 这几十头的乳牛里面 这应该没有特别放音乐 因为我们的场域蛮宽的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照护乳牛的方式 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呢 照护乳牛的方式 现在因为科技 还有各方面的材料取得 都非常的多元 那所以现在不是说只有学校这边 在外面的好一点的乳牛厂 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先讲一个就是 我们学校里面也有装的叫做 电动的滚刷 那个滚刷好像我们 车子要去做自动洗车 洗汽车的 那个刷子长得很像 就是你只要去碰它 那它就会开始转动 而且它刷子会摆不同的角度 那这样的东西 牛非常的喜欢 等于是 有想到 烧痒还有洗澡 对 那所以我们学校的牛 如果有听众或任何人去看 他们会觉得我们学校的牛很干净 那事实上我们没有 没有每天帮他们洗澡 就是它自己自动自发 就会去碰 它自己去洗 因为牛非常聪明 它就走过去之后 然后它就自动滚刷 对 要不要喷水 它那个不用 那个没有喷水 那个刷子是 是不喷水的 那牛 有的牛不喜欢水 牛跟我们人 在个性上面也有很像 也有那个汗鸭子 也有那个很喜欢水的 所以它有自己的个性 因为它不是水牛 对 对 那所以那个刷子 对 那个刷子 每一次我们怕 怕霸占那个位置太久 所以我们每次让它动 大概三十秒 哦 还要排队 这些牛 你没有叫他们自己 时间大自动走 那那个会一直 它会一直在那边 那个是 那只牛就是不走 很舒服 因为那个差不多像 等于像马杀基一样 对 那个刷子是非常软的 对 超可爱的 那个只要上YouTube 然后你去查 就是牛的那个滚刷 那个Rotary Brush 那你会看到 那个牛在刷的时候 那个 那种舒服的感觉 对 眼睛会闭起来 它眼睛闭起来 然后会很享受的 那那个享受 是比我们女孩子 在梳头发 那个表情会更 更让你觉得 哇 这个真的舒服 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会非常的放松 台大的牛很幸福 还有自动的马杀机 这是马杀牛了 所以我们在讲 谈到什么动物保护 动物福利 这个也就是提供 他这个不管是生理上 心理上的需求 让他觉得很轻松 让他觉得很愉快 我今天会请他来 就是其实我一直认为 在台湾 我们宠物不管 不讲 我们只要经济动物里面 养的最注重动物福利的 一个就是毒牛 你只要今天大神狡猾 他当天他就是这个 你祖母亲情不好 这就没有秘乳就少了 产奶量就叮叮就下来 就是这样 另外第二个就是蛋鸡 你只要稍微改变 很简单 今天整场 假如生产100个蛋 明天早上你看 大概剩下30个 差别很大 会突然会上下 这个就是我们 为什么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原因 就是我们要谈到说 动物福利要是做得好 这些动物帮你赚大钱 那今天请这个牛 牛博士 也就是我一直认为 我们一个是一个是我们喝的牛奶 基本上我们常常说 什么什么这个最有营养 一个是牛奶 第二个是鸡蛋 对不对 那和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需要息息相关 然后再来就是 说老实话 要是我今天当农委和主委 我告诉你 我通通进口牛奶 然后台湾乳牛就不用养了 这个 所以是一种策略抉择 对不对 像我们的波尔地海国家 立陶宛拉脱威亚 他们就一直说 他们的畜牧产品非常好 而且他们的品质很稳定 可能比日本 因为他们比日本还冷嘛 对不对 对所以一直觉得 可以跟我们做这个合作 其实我们本身 他自己我们摸着良心讲 我们本身的生产成本非常高 对 第二个 生产的牛奶的品质 拼不过人家 问题是今天 我们为了照顾肉浓 第二个 说老实话 万一怎么样的时候 你就没得喝 只要是有风吹草动 你就没得喝 所以我们只好冷痛 要这个 要喝 要喝这些牛奶 我们要爱我们的肉浓 今天中华民国卤业协会 说老实话 是一个 也是和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一样 历史悠久的协会 是吗 很久了吗 有几年 有超过六十年的 历史悠久 中华民国卤业协会 好久哦 也是先总统蒋公 当时创立的吗 没有 因为这些 洛农 洛农 他的 不管是技术 不管是社会厂 不管是 其他的那个 儒品检验之后 都必须重重把关 因此他们 就大家合起来 集资成立这个协会 来先自我管理 这个是中华民国卤业协会 成立很重要的原因 那也是一个非常 大佬还是老大 就是历史比较久了 因为我们的成员 像秘书长提到的 我们的成员是 是有奴品厂 他们当做这个团体会员 我们有养牛的洛农 当做个人会员 然后我们也有 这个学者专家 这个学者专家是 除了学校之外 包括农委会 包括他们的 试验单位的 的专家 我们都邀请 可以加入 自由加入我们这个协会 那所以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 需要高科技的 去经营管理的 一个产业 所以借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有个平台 随时随地 大家可以 他们不像我们 动保人士一样 光贫一张嘴 都是专业技术 他那个 没有弄好 没有弄好 是请家荡产的 对 因为它投资也是非常重 那决定来说 一头乳牛 一头荷兰牛 大概它的成本价 是多少钱呢 那养它的 就是每个月要耗费 很多人力成本 像你们台大 这样的几十头牛 它的成本 大概是多少呢 我们问得好 那个如果讲出来 可能我们院长说 我在露口风 就是我们 我们的弩牛厂的营院 一年 大概这个营院 就是说 那个收入 不动产 不管 这是管这个流动的 流动的大概 大概是两千万台币 要照顾那四十头 到六十头的牛 好贵 因为这个需要人 需要吃的东西 包括了人事费用 包括了食物 包括了其他的那些 那些乳制品的 那些 一些生产的 那些东西消耗 这也是我们 刚刚秘书长讲到 我们的生产成本 的确是高 那另外一件事 我要补充的是说 我们牛 我们牛在台湾 吃的东西 除了牧草饲料之外 这里面还有一些 是我们人 以为了人生产 去食物 会多余剩下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们需要植物油 需要大豆油 去做很多的 食品的加工 那我们整个黄豆 去制油之后 会有渣渣 豆婆 那这个豆婆 就是我们动物吃的 主要蛋白质的 一个来源 所以我们 这些来源 如果你要去用垃圾 用其他的堆肥处理 很浪费 它是很好的东西 那 甚至我们 我们做豆腐 做豆浆 会有一些豆渣 这个我们也可以用 那 夏天到 大家喜欢喝啤酒 啤酒渣 啤酒渣 我们也可以 在高粱酒 金门高粱 高粱酒破 会不会醉 还好 就是我们 真的是要做配方 我们不可以 无限制让它乱吃 我们每一个养分 要讲求很平衡 不要让牛生病 不要那个 吃好吃不好 这样整天变来变去 他就每天都专挑 那个高粱酒渣 来喝的牛 也是不行的 搞不好 乳牛产量更高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后来 要继续来讨论 那么 你可能冬天 担心会吃到 是不是有加了 什么奶油 什么比较香醇浓 到底要怎么挑牛奶呢 那还有这些乳牛 他们的福利 真的那么好吗 休息一下 今天的广告 马上回来 好镜头 不好意思 你讲得真精彩 第二集了 因为这是最后一段 这是最后一段 对 我重讲 对不对 所以你后面 不要让他再见 对啊 对我们重讲 对 给他最后一段 不是啊 刚刚 徐理事长讲到了 非常精彩 就是牛到底吃什么 喝什么 影响到我们很多的 这个后续的 深入产业的发展 那么到底 这个你对于牛 还有想要了解多少呢 没有关系 下个礼拜一样 徐理事长 还是会来到我们节目里面 我们再继续 好好地谈一谈 今天非常谢谢 徐理事长 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